普丁下令9月底之前 要把乌军逐出俄罗斯境内 接下来三天将是关键 到底乌军是继续进攻 还是败退转进 关键就在无人机 你现在看到是极为罕见的 一个喷火的一个情况 乌克兰居然出示了 这个过去我们极少看到的 喷火无人机 2400度挫骨扬灰 把整场战役推到了人道的边缘 下一步会失控吗 一将攻城万古窟 我告诉你 普丁跟泽伦斯基 为了自己的颜面 对 决定说哈鱼死网破了 说哈了 对 三穷水尽亦无路了 9月底之前 库斯科一定要收回来 是 泽伦斯基下通牒 库斯科死守到底 我在美国 如果你把我整个撤军了 我在拜登面前 还有什么胜利区域 还有什么面子呢 非赢不可 非赢不可 所以现在整个关键 就在这几天 到此之三天 来 我们看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乌军的 第25战斗营 在库斯科地区 宣示 我们打到底 我们绝不撤退 那我问你 在俄罗斯的地盘上面 现在俄罗斯已经增军了 要开打了 是 他们哪里来的勇气 跟哪里来的自信呢 他要靠什么呢 我告诉你 新式的武器 一个杀气 层出不穷 杀气啊 我告诉你 连我都没看过的杀气 这是什么 喷火无人机 喷火无人机也简直不可思议 我第一次看到 各位看 喷火无人机 各位知道 这个喷火无人机 撒去的是铝热剂 这铝热剂 各位 你不要开始火 军香火烤你 这个火有多热 多热 2400度 无法想象 2400度就说 一撒下去 对不起 尸骨无存 连骨头都会融化掉 是不是 第二个 各位看 这是铝热剂 铝热剂什么意思 你只要被粘到 起火 撲不掉了 撲不掉 所以 这个是已经是 当年东京大轰炸的情况 有点类似了 看这个画面了 记不记得 我们就在两天前的报信文 给大家看到 那个骇人听闻 好像有火炬人 有没有 他在这个 就这种画面 马老师你看到没有 当时我们以为说 他就是在森林里面 演练这样子的 所谓的铝热剂的战术 我烧出一点火龙 我就可以阻绝 俄军的追赶 或者是俄军的布防 没想到它何止是地面 还有来自于空中的无人机 我跟你讲 空中无人机 你撒真正作战的影片 各位可以去上网看 是 俄军的士兵 啪啪啪啪啪 都一直跑出来 太可怕了 好 那乌克兰底气 就是有这些世界各国 提供它 奇奇怪怪的星期五 我讲的最新 让普丁最胆寒的 塞尔维亚 最近买了12架 法国的飙风战机 他就宣布 我有12架飙风战机 我就把我自己的 36架米格29 赠给乌克兰 等等 塞尔维亚 它不是向来 亲俄的国家吗 对 亲俄国家 那马老师 36架米格29 没什么了不起吧 错 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米格29 居然可以投放 JDAMER的炸弹 就这个 这个有多重要 我一定要跟你讲 这个是美国的 厉害的炸弹 它要跟米格29 系统相连 二系跟美系 已经魔改 可以相容了 已经可以相容 这是最严重的 好 我再跟大家讲 注意看 这上面有写字 Happy Birthday 谁的这名字 是乌军总司令 整个作战总司令 他过50岁生日 然后送您的礼物 就是每一个 恶军的尸体 我告诉你 这个炸弹 它是没有 那个喷射器的 它是滑翔体 那这样会有多可怕的杀伤力 它是GPS导引的 而且它滑翔可以滑翔72公里 所以它没有热能 是 侦测不到的 对 滑翔的 所以这个厉害了 老美献给这个 能够跟乌军的米格29结合 这个在战场上成为新杀技 接下去要问的就是 如果你把普丁逼急了 他怎么跟你运死网坡 一开场老师说 他要修改核武的使用规则 会怎么样吗 所以昨天 特林普攻 新闻都有 正式宣布 必须修改核武使用准则 那修改哪一条 它增加一条 乌克兰军队使用美国提供的 远程攻击武器 深入俄国领头 发动攻击 这不就即将是现在进行 是吗 对 不要忘记 现在不但我刚刚讲了 米格29已经可以 接电 接电 对 而且将来 他还有那个长城的 要给他 对 那 还有一个 除了这个修改 这个核武使用准则 意思就是说 我要使用核武了 那大家问 你普丁会怎么使用核武 你怎么打 好 很简单 中程飞弹 我简单跟大家讲一下 所谓中程飞弹 就是500公里到5500公里 是 1987年双方 1987年双方中美 那个美俄签订了一个 中导学一 对 就是说我们不得 两国不得在研究 生产中程导弹 是 就是500公里到5500公里的导弹 对不起 不准弄了 对 好 这核约33年之后 被谁打破 谁失岁 川普 对 2019年 川普为什么要失岁 他想在日本韩国 甚至关岛 射这个飞弹 菲律宾去打中国大陆 是 他没有想到俄罗斯 结果没想到 美国现在哪里 部署了这个中程导弹 在哪里 菲律宾跟丹麦 丹麦是对准俄罗斯 菲律宾是对准中国 对 好 那普丁一直没有动作 现在普丁开始生产中程飞弹 他会打到谁 谁该紧张 他决定 第一个 中程飞弹可以带核弹的 各位知道 根本就核弹头 对 他打两个地方 哪两个 欧洲 全境欧陆都打得到啊 我刚才跟你讲 全境都打得到 第二个 日本 韩国 我们也不要掉以轻心 除了日本 韩国 冲城基地之外 台湾也有可能在里面 这个影响就大了 中程导弹 我们来看看 俄罗斯现在要新生产 带核弹中程导弹 它会挑哪一款 是 好 我刚刚已经讲了 500公里到5500公里 是不是 好 来 2019年美国指责 俄罗斯的伊斯坎德尔 超过中程导弹 是中程导弹 对 我只有480了 好 我就压线 我没有500了 我只有480了 我告诉各位 现在美国认为 它根本不必生产 它把这个480的伊斯坎德尔 增加燃料箱 减少战斗部重量 就可以达2000公里 是这样 2000公里 是 对 好 达2000公里 各位 你说 马老师 这伊斯坎德尔很厉害吗 我把它拦下来 拦下来 我告诉各位 有个数据出来 这是美国人弄的数据 第一个 大家知道 俄罗斯最厉害的超高音速 导弹很难三 匕首 匕首的拦截率是25% 1% 4颗可以拦截1颗 3颗落网 那现在在乌克兰用最多 是口径飞弹 对 口径的飞弹拦截率是49% 两颗拦截1颗 但是这个伊斯坎德尔拦截率 是4% 这么低 它为什么这么难 20颗才拦截1颗 为什么这么难 把它拦下来呢 我告诉你 所以这个炸弹 因为它可以带核弹 是 又这么难拦截 对 它对着欧洲各国去 现在我告诉你 现在一宣布普丁说 我要从生产中心导弹之后 所有欧洲各国都炸弹 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最近俄乌急剧的身高 对 急剧的伤亡 英国也没有讲话 点点 德国也没有讲话 点点 法国也没有讲话 各国都点点啊 不愿意惹起这些事情 那有什么样的一个办法 4%这么几乎7颗0 你根本拦不到它 美国有什么 他们军务不是最强吗 怎么样动足机先 那很简单 美国现在突然之间宣布 它新一代的电战杀技研究成功 推出来了 电战杀技 马老师你常在电视上讲 这个美国喉嚨者 对不对 错 更厉害的来了 这个EA37B 美国新发展最新的电战杀手 现在已经正式交付了 这个有多厉害 多厉害 我告诉你 第一个 它的电子战杀神 它可以阻挡 干扰 削弱 破坏 你所有的雷达 通讯 指挥系统 你所有的联系系统 你的武器系统 连你的飞弹 都会被我干扰到迷害 这么厉害 对 更重要一点 它可以窃听密码 窃听 窃听 监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其一架飞机上是十个人 对 我告诉你更可怕一件事 它这一出来 先要做十架 交付给第四三电战中队 你去打第三天 你去查一下 这是什么单位 这是个电战中队 但是它里面居然 你看擅长语言 俄文 中文 韩文 所以为邪恶轴心而生的电战杀器 所以这个电战杀器 第一个 它可以干扰阻挡各种电子阻挡 我刚才已经讲了 第二它监听 它可以听国语 可以听俄语 可以听朝鲜语 所以把你整个摸透透 它这个电战中队成立 所以刚才我一讲 三个语言就知道了 它针对哪三个国家 因此 这个电战中队 如果派去欧洲的话 那真是普丁的一个心腹大患 就近俄乌战争 一将攻城万古枯 还要死多少人 多少军人 多少平民 这三天要见分枭 为了立平九月逆转 现在看到普丁做什么 忙着走访盟友 搬救兵讨资源 最重要是中国 你看他见了谁 在海森威见上了韩正 还高唱中俄友好 不是本来就很友好吗 原来普丁心里有一个心魔 中国的大疆无人机 为什么变成乌克兰 投掷炸弹 攻击俄罗斯的杀器的血滴子呢 他没办法接受 这个战场终究决战无人机 乌克兰居然发展出这一款 搭配AK突击步枪 凌空扫射的终极杀器 最后谁能笑到终点呢 事实上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 他在4号的时候 跑到了以前叫做海森威这个地方 去出席一个叫做东方经济论坛 但比较特别的是 因为你可以看到画面上面 除了韩正之外 他跟他会面的 居然是俄罗斯的总统普丁 所以大家就觉得说 你两个人在这里高度 这个会面的过程当中 到底谈了些什么呢 事实上普丁在那个时候居然说 我希望海森威这个地方 能够成为吸引中国游客的好地方 甚至还提到说 俄罗斯跟中国 到目前为止他们的关系 是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所以我刚提到说 以海森威这个地方 为什么会被高度的关注 事实上海森威是以前中国 他元族的时候是叫做海森威 但是因为他在1860年的时候 当时有一个中俄北京条约 那时候满清政府 就已经把海森威这个地方 割让给了所谓的俄罗斯 所以俄罗斯现在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叫海森威这里 本来现在已经叫做 弗拉迪托沃斯克你知道 这么长的名字 那是人家俄国的领土 但是现在普丁就讲说 我希望在这个地方 能够成为吸引中国游客的好地方 难怪他们会说 现在中俄的关系 非常非常的友好 本来就很友好 为什么要挂在嘴边 就怕海森威三个字 再一次挑起了中俄 最敏感 最不能碰触的那一条神经 其实老实讲 领土割让这种东西 不管你在哪一朝哪一带 你后面大家一定会觉得 那本来土地是我的 结果你知道吗 我们的这个赖清德总统 他之前就接受这个媒体的专访 那时候对于什么中国 在最近不是大家这几年 觉得说中国大陆好像没有放弃 要武统台湾这件事 那赖清德就讲说 中国如果要併吞台湾 其实不是为了领土的完整 他说如果你要为了领土的完整 你为什么不拿回俄罗斯 占有这个在爱辉条约 所签下的土地 意思就是你怎么不把海森威 拿回去 所以爱辉条约就把海森威 割给了俄罗斯 到现在变成了普丁旗下说 欢迎来海森威玩 那当然赖清德这样一喊话的时候 我跟你讲俄罗斯外交部 他就直接就讲 他说什么 他说俄中两国在2001年签署条约 已经讲说我们相互放弃 对方任何领土的要求 意思是什么 你当时割给我的 就是我的了 那已经就是我的了 但是俄罗斯也说 他人家重申所谓的坚持一中原则 甚至还说什么 台湾当局的领导人 无权代表北京发表任何声明 那我就讲俄罗斯外交部讲这个话 完全是中国大陆的语调 什么叫做台湾当局领导人 我们是中华民国 赖清德就是总统嘛 打包我们再回来看这一张照片 普丁 为什么 他心里面住着一个魔鬼 那个魔鬼一定要不断的灵魂叩吻着 你不是我最好的兄弟吗 中国你不是应该挺我吗 为什么你的大疆无人机 居然帮乌克兰在我头顶上丢炸弹 现在其实对于这个俄罗斯来讲 他确实会发现到 在这次俄乌的这个战场上面 乌克兰用了这么多的这个无人机 老实讲乌克兰有多少军需 这个整备的能力 俄罗斯很清楚 但是你那么多的这个无人机 到底从哪来的 你知道吗 俄罗斯的官媒 居然在大陆外交部的记者会 就直接就提问说 你们那个乌克兰 事实上大家讲说 不可以去买这个所谓的 大陆生产的无人机 但是乌克兰居然还是大量的去买 所以他要求这个中国方面 你要不要讲一下 到底为什么你们卖给这个乌克兰 因为你知道俄军在战场上 被乌克兰的那个无人机骑袭 这打得这个落花流水 结果你知道吗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居然讲说 没有啊 我告诉你 我们是非常严格控管无人机 而且都严禁他使用在军事的用途 那你刚刚提到了 到我头顶上丢炸弹那个大疆 它怎么来的呢 所以俄罗斯的官媒 为什么会这样问一下 因为他们发现到说 乌克兰都绕过管道 买了将近三亿 价值三亿的这个无人机 那所以乌克兰现在手上 有非常多的这个无人机 而且感觉上都来自于 中国大陆你知道 那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事实上之前 他们乌克兰的这个士兵 就讲说我告诉你 我们现在很厉害 你看那个无人机 下面带了两个榴弹 对不对 他就讲说 我今天把这个无人机 改装完了之后 装上榴弹 我就变成什么 变成榴弹投资器 但重点是这个画面 对中国 对那个俄罗斯来讲 他就很生气 为什么 他说这个无人机 好像是大疆的 DJI的这个无人机 你要不要解释一下 怎么被他拿去 这个购改之后呢 反而变成杀伙的 而且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那个坦克车有没有 你躲在树林草丛街 你以为人家不知道吗 这样子从无人机 往上空拍下来 就直接命中你了嘛 商规军用 上帝之眼 躲在哪里 直接给你开罐啊 对于乌克兰来讲 你知道吗 他有一段时间 很常使用无人机 但是很多人就觉得说 不对喔 他的无人机 好像有一段时间 不愿意去用中国大陆的 你知道吗 因为乌克兰军队 有一段时期 发现到说 他们很大量使用 所谓的中国大陆的 大疆无人机 结果没有想到 他只要那个无人机 一升空你知道 通常我就是 躲在这个很隐蔽的地方 然后去操作 他说没有想到 这个无人机一升空之后 乌克兰的阵地 立刻就被俄罗斯军队发现 被端走了 那这个怎么解释 所以是不是你今天 你这个大疆你们的后台 你是不是有开放 这个所谓的权限 去给俄罗斯方面 所以我就锁这个码 而且你知道大疆无人机 它其实老实讲 我觉得人家在商用规格上 也做得很厉害 你知道 它其实都已经做到什么 你知道 你飞到一定的飞行距离 如果没电的时候 你不用操作它 它会自动回到原阵地去 所以表示你所有的 这个所谓的起降的 那个阵地的 那个GPS定位 全部在后台通通都有 所以乌克兰军队 有一阵时间 它不喜欢用 这个所谓的大疆无人机 可是你知道吗 在最近大家发现到说 乌克兰它又开始 在使用这种无人机 而且已经到了 出神入化的地步 出神入化 比如说我们就讲说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事实上你要在战场上面 隐蔽也隐蔽 躲在这个所谓的草树林里面 是很难发现 但你竟然看得到的是 这个无人机在空中 飞行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看这是无人机的第一视角 你刚刚有看到它打什么吗 我没看在一起看 我给你讲 它一个机箱阵地躲在里面 所以它其实是 无人机的协同作战 你知道吗 它是哪一只眼睛看到里面 你现在再仔细看一下 它里面 你知道吗 事实上他们这个 无人机的协同作战 就是说我今天有一个 猎杀的这个无人机 可是我在高空 还有一个监视用的无人机 所以你为什么在这边 会看到两个不同的视角 这个是攻击用的 可是另外这一个高空用的 偵察者 他的眼睛在更高的地方 我先锁定你的机箱 那个位置 提供它坐标 所以你看看 你躲在树林里面的 那个机箱阵地又怎么样 我一样能够举杀你 我什么都没看到 怎么被它给端走了 而且不只是这样 大家就认为说 以前这个无人机 你今天就是带着一个炸药 了不起叫做游荡炸药 建一个杀一个 没错 那你有办法建一个杀一个 建两个杀两个 建五个杀五个 它有可能根本来不及攻击 这就是乌克兰最厉害的地方 你知道 它不只是把美制的武器系统 放到二制的飞机上面去 它甚至说 无人机为什么只能装榴弹 没有 我们把那个AK-74 突击步枪装在上面 这么做的一把 你看画面看到 他真的把它扛上去了 那就代表是 我只要锁定这个目标物的时候 我就可以对着你 我举杀你而已 不是举杀 我是可以追着你跑 你知道 你敢跑我机枪就跟着动 而且你想想看 我机枪上面带的这个子弹数 只要够的时候 我是可以成为移动的杀器 所以我在空中 你任何这个所谓人员 只要被我锁定完了之后 我是可以追着你跑 那你想躲到哪里去呢 说到底这一场恶物战争 我们以为牢牢的黏着在 欧洲的战场 没有想到 它那个震动的效益 已经全球蔓延 来 我们看到远在千里之外 远东地区的北方四岛 现在日本要趁你病 要你命 让普丁难以好吃 好穿好睡吗 你刚提到北方四岛 事实上这个长期以来 日本跟俄罗斯方面 就为了这四岛的 这个主权的问题 大家一直争吵不休 因为俄罗斯说 这四岛是我的 但日本说这是我的 所以大家为了 叫做实质的控制权 跟领土的部分 本来就吵得不可开交 结果在最近 居然白俄的电视台报导说 我告诉你 我们白俄罗斯 不是跟俄罗斯交好吗 其实我们也想到 他们居然说 有抓到日本的间谍 他说有一个日本人 在边境附近收集情报 还拍摄军事设施 他已经违法 我的国内的法令 遭到拘捕 可是我就讲 你为什么白俄罗斯 这时候会特别去强调日本呢 而且日本为什么 千里而来在这个地方 你是要勤收什么呢 好 其实你知道吗 大家就在讲说 日本是不是透过这个 在白俄罗斯这边去收集 俄罗斯现在 他的一些的军事动态 打到哪里了 你知道吗 像过去我们刚刚提到 北方四岛 其实日本一直在希望 跟俄罗斯透过谈判的方式 就把这个北方四岛拿回来 所以在国际上 一直有流传一个说法 他说什么你知道 日本现在在等 等俄乌战争 如果俄罗斯被打败之后 日本很有可能 就要参与 瓜分俄国领土的行动 第一个首要的目标就是 俄罗斯不好意思 北方四岛还给我 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重新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俊相还有优秀的 五七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五七报新闻 五七报新闻 五七报新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